铁铠名魂莫德凯撒 这位上个纪元的帝王 从铁铠中再度重生 重灵生者的事件 在战斗中 莫德凯撒是一位生存 与输出能力艰巨的战士型英雄 其独特的大招机制 可以在团战中强行制造一对一的局面 无论是绕后击杀 还是限制敌人核心输出英雄 都非常实用 被动技能 黑暗启息 莫德凯撒的普攻 可以额外造成魔法伤害 随着等级增加 莫德凯撒还会获得更高的法术穿透 在击败敌人 释放基础技能和普攻 命中敌方英雄或大型野怪时 莫德凯撒会获得一层黑暗启息效果 铁板三藏时 莫德凯撒会生成一个笼罩自身的负能量场 负能量场会对其中的敌人 持续造成魔法伤害 并为莫德凯撒提供移速加成 期间若能击败敌人 释放基础技能和普攻 命中敌方英雄或大型野怪 都将刷新负能量场的持续时间 一技能 破灭之锤 莫德凯撒使用夜陨砸击地面 造成魔法伤害 如果该技能只命中了一个地面 伤害将大幅提升 二技能 不坏之身 被动 莫德凯撒会将自身造成 和受到的部分伤害储存起来 对非英雄单位的储存效率有所降低 主动 释放时 会获得等同于储存伤害值的护盾 持续数秒 期间 可以再次释放该技能 为自身回复部分剩余护盾值的生命值 护盾值的上下限 会随着莫德凯撒最大生命值的提升 而提升 三技能 断魂一恶 在短暂施法后 将敌人拉向自身 并造成魔法伤害和减速效果 大招 轮回绝境 莫德凯撒将自身和一位敌方英雄 放逐至王者领域 持续一段时间 其间 莫德凯撒将持续偷取目标的部分核心属性 若在持续期间 莫德凯撒击败了目标 则会保留已偷取的属性 直至对方复活 若未能击败目标 窃取的属性将在技能结束时归还 铁凯灵魂莫德凯撒 掌控着王者的力量 在对局的前中期 就有着出色的战斗能力 小技能不仅可以用来消耗敌人和清理兵线 还能在对兵时打出高额爆发 监情惨叫吧 团战中的他 像是一座坚实的钢铁堡垒 其大招的存在 更是为几方团战提供了更多的可灵性 没有人可以逃脱他的领域 穿过黑暗之门